三島站外面有巴士去Skywalk 車費570日圓,入場費1100日圓 原本打算最後一天才去Skywalk 然後再出機場 臨時改行程,誰知錯了 因為一天早上去Skywalk 到下午去河津又開始日落背光 所以應該按照原定行程 這天全天去河津才適合 Skywalk 是日本最長的吊橋 除了看富士山,還有很多戶外活動 在下午後再出機場 在下午後再出機場 然後再出機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空中飞索、攀石、蜥蜜等 我就沒有玩了 這些木片有種子 拋下山就種植物 二百一一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用電風來接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放置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錦市場的栗子也有 好吃的,但要趁熱吃 走走手上店,買了淨乾茶葉 這碗麵很吸引 原來上面還有店鋪和餐廳 蕃茄湯雜菜麵 說是當地的蔬菜 1600日圓也挺貴的,味道可以 之後回三島站搭JR 在熱海站補賣伊豆急行線去河津 加1,720日圓 去到河津已經下午三點半了 在熱海站買了些甜品搭車 去到河津站已經西斜了 車站出面最近的河津英都悶開了 在熱海才去河津 博多日的河津 是在熱海津 是在熱海水未來的河津 在熱海北中 clip裡河津 在熱海水未來的河津 通過河津 四點鐘就收檔 我免得拿著沒有買到 我先走了向海那邊 櫻花隧道很漂亮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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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為看河津鷹當然是來河津 因為這裏是這種鷹花的發炎地 但之後看地圖 原來伊豆還有其他地方 都好像這裏有河有花 例如南伊豆 相對河津就會少些人 下次計劃去南伊豆 走到這個位置就回程了 其實前面還有很長 但真的失策了 沒有一朝早來 五點半已經散水了 夜櫻好像六點半就開始了 回到三度已經八點了 想吃昨晚的茶碗蒸 所以來回這間沼津壽司 誰知茶碗蒸賣光 叫了壽司、炸蠔和關東煮 總共2770日圓 關東煮很難吃 好像浸了整晚淋好的麵團 最後一天早上 走五分鐘去酒店附近的藥妝店買東西 三島站附近都挺荒蕪的 只有這間藥妝店 大超市都沒有 開9點半 11點搭新幹線去品川站走一下 放下行李在儲物櫃 差不多中五十二點 在車站對面的商場吃拉麵 叫了雞湯拉麵和兩隻雞翅 總共1350日圓 雞湯拉麵也好吃 在家裡 品川站都沒有什麼行走 所以早點出去成田機場 上年10月成田機場 很多店舖都還未開 今次見到很多餐廳 吃了個芒果Buffet 850日圓 好好味 今次都沒什麼賣 行李只有14kg 過關安檢條龍 一百多二百人 不過都算快 大半小時就進入禁區了 有一個雞吧 要搅招 เด克 我覺得這個芝士曲奇餅 比白枝暖 słEN 飞机餐是照烧鸡扒也挺好吃